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由总召邱光明县议员 哈尼嘎造 蔡依静还有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等相关处市的主管 前往封冰箱公所勘查 封冰箱公所针对这次海魁台风带来灾害进行说明 总召邱光明的议员也都表示说 公所要尽快把所有需要抢修的农路 一并送到县政府议会会全力支持 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由总召邱光明县议员 哈尼嘎造 蔡依静 花莲县政府任务业处等相关处市主管 等前往封冰箱公所勘查 封冰箱公所针对这次海魁台风带来灾害进行说明 乡长表示这次海魁台风造成乡内许多的农路都受损 严重的旧市简易自来水管也都遭到破坏 真的是这次每次好友会说台风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损坏 那我们这次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还有我们议会 还有我们公所同仁就全力来去做一些处理 能够就是说紧急处理的我们都会有紧急处理 当然后续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报再修的部分 那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议会这边也能够全力协助 总召邱光明等议员也都说公所尽快的把所有需要抢收农路 一并送到县政府议会会全力支持 暗路的部分我刚刚看到了 所以说真的我们蔡英俊议员在议会也提过了 所以说我们请这次应该灾存都报了 那报了后我们蔡英俊议员就尽量的能够把他们封冰 特别换在你的这个档案里面好好的追一追 赶快能够这个机会赶快到我们封冰 那赶快看到怎么样是他们自己发包 还是县政府发包赶快把这个工程把它做好 然后另外的话刚才我们的乡长也有提到 关于这个灌溉用水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代表们在这里 就是冯林水域这个部分 那意见议员这边也非常的强调 就是说也希望可以由我们农业处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不过今天我们大家针对问题来讨论 我们要把问题找出来 来跟我们我们县府的农业处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代表会也在这边来一起讨论 那待会我们就把我们的问题丢出来 我们总招的带领之下 我和灾经员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 我们封冰箱所有的这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另外封冰箱公所也针对其他 像是目前公所即将要推出自己品牌的牛肉干 希望透过在地水牛打造封冰箱自己的品牌 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封冰箱 藉由这次农业小组的考察 也希望多听取县政府以及县议会的建议 计划也将会尽快演你接着送出执行 记者告双双封冰箱采访报道